大家好 上一节课程里面 我们学习了关于混合的概念 方程 以及叙数 那么在这节课程里面 我们就来看一下混合的用处 也就是混合的例子 那么在进行本节课之前 我们先来回忆一下 上一节课程 我们所学习的混合的方程 在上一节课程里面 我们学习到最终的颜色等于 原像素的颜色 乘以原混合系数 加上目标像素的颜色 乘以目标的混合系数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围绕这个方程 讲两个我们比较常用的例子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也就是我们大家最常见的 但是也是我们最忽视的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 一般被我们设置为摸人的状态 其实在上节课程里面 我们也有讲到过 我们一般在渲染非透明物体的时候 我们都会选择这种模式 那么这种模式 它就是将 圆混合系数设置为1 它的目标混合系数设置为0 我们称这种混合模式为浪 当设置为这种混合模式之后 我们当前渲染的物体 的像素 在通过深度测试之后 我们就会写入到后材缓送区 但是我们写入到后材缓送区的这一个像素 它不会与后材缓送区的像素进行融合 那么我们得到的就是我们当前物体的这一个像素 这一个在3D引擎里面都是默认的选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常用的一些其他的混合系数 那么第一种我们称它为叠加模式 它的混合系数为圆混合系数为1 目标混合系数也为1 那么大家就可以发现 这个公式最终就变为圆像素加上目标像素 变成了两个相加 因此我们称它为叠加 当使用这样的系数之后 我们最终的颜色就是我们的圆像素与目标像素相加 那么为何我们会用到这一个混合系数呢? 在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稍微亮一些或者附带透明的物体 这种时候我们一般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我们就是使用带有透明通道的透明贴图 然后调亮我们的贴图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使用叠加的方式 但是我们不使用带有透明通道的贴图 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系数 如果我们的纹理颜色提供的颜色为0 也就是黑色 那么当它为0之后 我们这里就只出现了背景的颜色 大家想一下透明的本质 我们之所以认为一个物体透明了 是因为我们透过了这个物体看到了它的背景 如果我们这个物体本身 它都能够显示它背后的物体的颜色呢? 那么其实给我们造成的假象就是它透明了 大家在看各种科幻片的时候 大家应该就会发现 里面有很多片段 大意就是主角使用了某种高科技的东西 比如说一面镜子 但是这个镜子能够显示它背后的背景 把这个镜子放在监控器前面 就能够模糊过关 其实3D里面的透明就是这个原理 我们将这个物体显示的颜色 变成它的背景的颜色 那么我们就会认为它透明了 然后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个叠交的模式 如果我们使用一张背景是黑色的GPG格式的贴图 我们就可以做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么使用这种方式最直观的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省去了一个透明通道 也就是相对于原来的贴图 我们少了四分之一的容量 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使用这种方式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比如我们以这张图片为例 大家可以看到 这张图片其实就是一个爆炸的特效的一个序列帧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4x4 也就是16帧的一个爆炸的动画 但是它的背景是黑色的 因为这一个爆炸它不需要用到黑色 因此我们可以将黑色当成背景来对待 那么当这一个黑色为背景的时候 我们通过这一个混合的方程 也就是这里 它为黑色 黑色神云 它的混合系数其实就为0 那么它这些黑色的部分就显示出了背景的颜色 那么我们也就会认为它透明了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在OpenGL里面 如何启用混合模式 如何设置混合模式 那么同样 我们这里就不再编写新的代码 我们直接使用我们上一套课程里面的代码 在我们的上一套课程里面 我们讲到了通过控制UV 来播放类似于这种序列帧的动画 但是在上一套课程里面 我们的特效是含有黑色背景的 那么在这一套课程里面 我们就继续修改其中的代码 然后去掉它的黑色背景 这一个就是我们上一套课程里面 说使用到的代码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个就是我们上一套课程里面 通过UV来控制的一个UV特效 但是它有一个黑色的背景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启用我们的混合模式 然后将我们的混合模式设置为叠加的模式 在OpenGL里面 启用混合模式非常简单 只需要掉用一个API即可 也就是GL Elable 叫GL Blend 那么这一个的意思就是 启用混合模式 然后我们再来设置我们混合模式的参数 那么第一个参数就是我们的原像素的混合系数 那么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是叠加的模式 因此我们两个都使用为E1 当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我们的程序 看一下效果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们之前的特效 它的黑色的背景被去掉了 同样大家也可以发现 在这种叠加的混合模式里面 我们是不能够显示黑色的 因为黑色被我们当成了我们的背景 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在我写的工具里面来预览一下 比较方便一些 好我们在这里来改一下 设置为叠加的方式 然后在这里我们修改一下它的渲染的顺序 我们把这个放到后面来渲染 在这里大家就可以发现 叠加模式 它会在背景比较亮的地方变得更亮 比如这里 我们这里是一个白色 白色就是为E1 那么如果它的E加上它本身的颜色 它就超过了1.0 我们就俗称这种情况为曝光 也就是它会无限区间于一个白色 它就会发现 你看我们这些地方 全都变成了白色 比较亮 那么这一个是我们叠加的混合模式 叠加的混合模式 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不出来 我们新建一个粒子特效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效果 然后我们将我们的混合模式 改为叠加 我们在这里简单的修改一下它的颜色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 好就这样 然后改一下它的形状 好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没有 如果我们使用了叠加的模式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可以做出来一些类似于融合 喷开的一些效果 大家比如说看这些 看到没有 它有点类似于那种水的水滴的特效 两滴水分开 两滴水融合到一起 中间的那一个过程 因为如果我们使用叠加的方式 那么背景的颜色 就会参与到我们的计算当中 那么我们就会 与背景进行一个交互 其实就是与背景颜色 融合到了一起 那么它就会发生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现象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种模式 另外一种模式 也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这种模式 一般用到我们的例子系统 这种模式我们称为 绿色 它的混合系数为 它的目标混合系数为 为一减去 圆像素的颜色 那么这种模式 它的背景色也会参与到 计算当中 它也会与背景颜色进行融合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 将我们的模式设置为 这种模式 然后大家就会发现 这个效果看起来就 比较不错 一般例子系统 都是使用的这种模式 例子系统偶尔会使用 叠加的模式 那么透明的也会偶尔使用 一般使用最多的 就是这种绿色的模式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模式 比如真片叠底啊等等之类的 比如说这样的 那么这些模式呢 大家在用到的时候 就稍微查一下资料 看一下它的系数是怎样的 然后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透明的模式 透明可以说是坑最多 也是我们最不好处理的一种模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透明的混合系数 透明的混合系数 它的圆系数为 它的圆透明度 目标系数为 一减去 它的圆透明度 那么我们的方程最终就变成C CSRC 省意我们的透明度 然后加上CPST 省意一减去我们的圆透明度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方程 假设我们的透明度为0 假设我们透明度为0 那么我们的原像素等神级就为0 那么这里我们就会显示出来 我们的背景颜色 假如我们的透明度为0.5 那么这两种颜色就各占一半 假如我们的透明度为1 那么就是我们的原像素 全部被写入 目标像素全都没有 那么这种类就实现了我们的透明 以及透明渐渐的效果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透明的混合模式 大家看到如果我们不使用透明度混合模式 即使我们给它一张透明的贴图 它其实本身是不透明的 那么它在不透明的地方就会显示出来黑色 那我们现在改下我们的混合模式为透明 大家看一下它的圆混合系数为它的圆透明度 它的目标混合系数为1减去圆透明度 那么最终我们就会变成这样 那么这些地方就会被透明掉 然后我们改一下我们的背景色 然后我们改一下我们的背景色 我们的背景色 你再继续去看一下 是Have